我在前天决定要去A城,离家很远,以梦想很近,父母没有多说话,自想我就很独立,或许只有我这样认为,他们一直尊重我的想法,我觉得我的肩膀很大,你说有多大,我觉得我能看下左右,然后每次遇到什么事的时候,都觉得振点小事,何必用我那伟大的肩膀去看,杀鸡烟又牛刀这个主理, 也被我如此爱骗话,我说我一个人出去,我妈说那边,你什么人都不认识,你还是,我没有耐心听,我只在乎手里的机票,她将让我远行,要走的前天,朋友终于约着聚会,感觉上我似乎要移去很多年,我隐约觉得有压力,要是我去,待不了多久,然后就回头土脸的回来, 那么,我终究对不起我牛逼的这个称号,然而我没有多说什么,也不敢轻易取诺,说什么大话,我小心翼翼的喝着酒,在还没离去的晚上,就开始有点隐约的恐慌,时间再过,我的恐慌还被平息,我已经在飞机上了,我叹了一口气,我不明白我的怕什么,父亲在那边已经给我联系到了一个人, 刚去的时候,她可以带着我出席一下环境,我总算感到有些塌事,然后下了飞机并未见了人过来接我,我心里想人家或许很忙,然而又觉得自己不该受如此冷落,一个人打着车,到了一个酒店,住下,看着完全陌生的环境,车水满龙,我突然觉得,我其实或许什么都不是,然而,我不是很独立吗? 我这样想,于是也就能安然入睡了,酒店的避孕超整齐的放着,我在想象有个姑娘相陪,原来我还是什么都不怕,我觉得我睡着的时候,应该是带着得意的笑容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